吸气 呼气 不经意间含有氧气的空气沿着我们的呼吸道来到肺部 最终抵达肢脊肌管分支末端的肺泡 与血液完成了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 这个呼吸动作在你吃饭赶地铁谈恋爱的时候 每分钟里偷偷地完成了16次 一天里完成了23000次 一个人不吃食物可以活几周 不喝水可以活几天 但一个人不呼吸可能只能活几分钟 这使得人类呼吸系统出现问题是常见却又可怕的 同时如果呼吸系统遭遇了病毒攻击 所带来的疾病还很可能具有传染性 为了解决患者不同程度的呼吸问题 早在1864年人类就发明了呼吸机 不过呼吸机的发明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过层层迭代 最终才发展成为今天的无疮和有疮呼吸机 呼吸机的工作原理很像打气筒 打开吸气阀关闭呼气阀 通过面罩或者插管将含氧的空气推入肺部 关闭吸气阀打开呼气阀 再将交换好的气体放出 所以呼吸机就像是一个由机器调节的通气系统 通过建立压力差强制实现呼吸 在COVID-19的病例中 重型患者会出现呼吸窘迫的情况 微重型的患者很可能无法自主呼吸 这时候呼吸机就成为医护战士们 救治患者的必备武器 为其他治疗手段争取时间 但如果呼吸困难的患者 缺少呼吸机的帮助 这就极易使病情进一步恶化 所以呼吸机真的很重要 但在新冠疫情蔓延时 全球呼吸机的供应量是明显不足的 4月初意大利的呼吸机数量 只能满足不到四分之一的需求 这使得医生不得不在病房中 做出生死抉择 放弃对一些老年患者的治疗 有报告推测 3月份时的呼吸机的全球需求量 可能达到99万2000台 而部分发达国家的 现存呼吸机数量 也与需求量差距十分巨大 而在率先复工复产的我国 从3月1日至5月31日 中国已经向200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防疫物资 其中包括呼吸机9.67万台 截止到4月30日 调往湖北的呼吸机 就有17000多台 所以造一台呼吸机很难吗 一台能够让患者正确呼吸的呼吸机 需要上千个零部件 控氧混合器 为患者准备了合适比例的空气 氧气的混合物 芯片和传感器可以帮助控制压力 气流温度湿度 电磁阀是气体的开关阀门 湿化器可以让气体湿化 加热到人体所需要的温度湿度 制造一台呼吸机 这些环节缺一不可 更麻烦的一点是 这些零部件的供应商遍布全球 一台呼吸机 芯片可能来自德国 涡轮来自瑞士 传感器来自美国 这里边哪怕有一家供应商供应不足 中油生产商的产能就会因此受限 即使所有零部件供应到位 组装呼吸机前后 又需要40天左右的时间 甚至美国医疗器械巨头 美吨力还公开了便携式呼吸机的 完整设计图纸和生产手册 但其他企业入场制造呼吸机 也是十分困难 这些就成为限制我国 和各个国家呼吸机产能的主要原因 不过随着疫情在我国的有效控制 似乎我们对呼吸机的需求和讨论 已渐渐退缺 但是在全球疫情以及未来面前 呼吸机仍然是一种重要物资 而任何无法预料的灾难 意外都会让受惯于呼吸的人们 失去呼吸的机会 甚至丧失呼吸的权力 吸气 呼气 就是这样一种平均每天 需要进行两万三千次的活动 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紧紧联系在一起 而连接的载体是我们的自然 我们共同在一个星球上呼吸 这也导致我们呼吸的每一构气体 都会随着自然去往另外的地方 遇到新的人 遇到新的二氧化碳 合成新的氧气 我们每个人的健康都或多或少 和地球上另一个人相关 同呼吸共命运 在2020年 人类共同的命运 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 感谢您观看本期节目 您可以通过关注 One Earth微信公众平台 回复呼吸 即可获得PP560呼吸机的制作手册 One Earth一探究竟是人文科普自媒体 我们关注人类社会值得探讨的 有价值的话题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我们 参与讨论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上